疫情持续升温 为减少身心障碍朋友 出入医疗机构等高风险场域 屏东县政府针对县内 110年5月14号至10月31号 持有身心障碍证明效期届满 必须办理重新鉴定 以及需求评估 约2700名身心障碍者的 身障证明有效期限 统一延长到12月31号 资格不过期 身障朋友可以安心防疫 先将来的证明 如果是到今年年底 也就是说到今年12月31号 先到期续鉴定 我们可以先同意 做一个转移 让展期它的有效期限 到今年的年底 那要办理这个展期 他的身障朋友 只要拿着他的身障证明 目前来到乡镇市公所 去办理效期的延长主期就好了 那这样子他的证明 就可以先到年底都有效 效期自动展延 可维持身心障碍福利服务 以及补助相关权益 此外社会处也提醒 有使用身障专用停车位识别证者 也请攜带身障证明到 户籍所在地乡镇公所 办理原车号新换发识别证 有效期限到今年年底 身障朋友都有他的 有的有申请专用的停车位 如果有停车的停车证 他如果这个专用停车证 他也需要转积到年底 我们其实也一并可以转积到年底 只是说他必须在公所端 还要拿身障证明 就是他原来上证明 再跟公所提出 他需要停车证的延期 这样停车证就可以一并 也转延到12月底 社会处指出 身障专用停车位识别证 如果在110年5月14号前 已申请身障资格展研的 身心障碍朋友 其身障证明有效期限 也一并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至 社会处提醒 各乡镇市公所 仍会在原有效期限90天内 以书面通知重新鉴定 由于各身障鉴定医院 安排鉴定门诊时间不一 建议身障朋友 收到公所即发 重新鉴定书面通知时 评估风险 以及医院鉴定排程后 事实办理 请务必在今年12月31号前 完成重新鉴定 以免预期被注销身心障碍资格 影响相关权益 评论新闻 这块杨正义采访报导 小清晰 跟蒜 颜色